大家好,歡迎來到《月如天地》 每天為你播報最新香港娛樂資訊 嘩,在閃爍的演藝圈的背後 這些似曾相識的緣份 個個都好像看過戲一樣 深深引人入城 想像下當你還懵懂青春那時去了愛情 而經過年歲流轉 心底的那份情意依然堅固 這就真是不離不棄 說到謝霆鋒的愛情故事 和王妃的情緣更加是出人意表 很多人可能以為他們兩個在2000年開始有事 但是背後的故事原來早在1994年就已經腫下 在謝霆鋒的心中 當年只得25歲的王妃已經是她未來的伴侶 今日就來到磚頭 細美下這段充滿命運 時光和愛戀的故事 轉眼間穩返個年代 謝霆鋒那14歲的小屈屈 帶著對音樂的熱情兼對未知的好奇 一腳踏入的是中餐要又複雜的娛樂圈 而在這個小天地裡頭 她竟然這樣就撞剩了一位歌壇天后王妃? 謝一語對於謝小子來說 可能只是故事的開端 但誰又會想到原來這可能是他們的愛情長篇大論 拉開的序幕呢? 記住當年的王妃住著得意舞鞋 手臂拖著超長水袖 在台上唱歌 遠如天雷散花 小姐咯就坐在台下 一指台上的她 對她妹妹說 看!那個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啊! 為了一島芳蓉 小姐甚至央求過她媽媽 帶她去見她偶像 甚至希望王妃可以在她的牛仔褲上親筆簽名 得到她媽媽的護航 不忘提一句 她母親可是紅到爆的影聲 這個小願望也是手到琴來 自此之後 那條牛仔褲就成為了她的寶物 好像珍寶一樣保存 自己是不捨得住的 在謝霆鋒的少年時期 愛的種子是默默地落落大方播種 她不同於一般狂熱粉絲 選擇了滿聲不響 禁支持王妃 還記得她十五歲那時 當記者問她喜歡周圍敏定王妃多些 她毫無猶豫地 就表露了對王妃的愛慕 雖然兩人之間差到有十一年的年齡 但借距離絲毫都挽停不住 她們愛意的聲音 到了2000年 在花樣連華的慶功晚宴上 當兩人的電影順利大結局 宴會美聲 王妃親自拉起了謝霆鋒的手 兩人笑意形影 大方地一起離開 這一刻 她們的愛情故事 正式打入了大家眼淚頭 對謝霆鋒來說 和王妃的愛情 實際上是她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劑救贖 如果你對了解 為什麼會這樣 等你聽完謝霆鋒背後的經歷之後 你會明白了 其實謝霆鋒小時候 爸媽的光環並沒有為她帶來多少樂趣 生活充滿壓力 打照的閃光燈四處都是 抗疫的餘悸不斷追問 追著那些年少的她 講下生活 喇喇喇喇的談下夢想 談下愛情 至於她老爸謝賢 都不太懂得如何安撫她 索性送她去了外國 在美國學校 謝霆鋒覺得難以融入當地學生圈子 為了解決心頭上的孤單和憂慮 用過百美金買了一套便宜古牌 不住上堂就正躲在宿舍裡面 一邊開音樂 一邊用鼓棍跟著節奏 慢慢學打鼓 正在謝霆鋒以音樂來自於內心的烏雲 年輕的心靈在十五歲時面臨了家庭的轉折點 父母謝賢和迪波拉的婚姻畫上了句好 這個變故為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定和焦慮 隨後不久,謝霆鋒選擇離開學校,遠赴日本 為了節約,她唯有選擇住在時交 朝早無晚都得搭好幾個小時的火車去市中心的學校 新穿舊T恤,牛仔褲和球鞋 戴著結他和鼓棒,在二鄉酒吧裡彈唱 過著一種流浪者的生活 返到1996年,謝霆鋒從日本返香港 不久,她在父親的牽線下和飛逃唱片 後來英皇簽訂了合約 年僅16歲的她就這樣積極踏入演藝圈 有人評論說,謝霆鋒是為了還債而買了兒子 正式出道時,謝霆鋒的第一次公開演出就發生了小插曲 硬是在那場音樂會中唱壞習慣 樂隊卻不知什麽原因兩次出現技術問題 首次卡頓那時,她還可以忍受 但第二次音樂停了,她就是仆街不頂了 氣氛禁離開了舞台 不顧現場如何勸解 她絕再次出場,她中途離開,導致音樂會暫停一段時間 那次的情況傳開之後招來不少人的非議 有人責備她要武揚威 對這為二世祖的形象表示退氣 甚至有人將她平衛連到最老人藝人 謝霆鋒推出的第一張CD在唱片店中門可羅宅 參加公眾活動時,主持一喊出她三個字 台下觀眾一大片殊星,禁陣以玉龍連音樂都蓋過 觀眾用力將手中的水樽和螢光棒映向舞台 一邊大聲叫囂張要謝家仔下台 在那個時候,謝霆鋒似乎總是被鄙視同棄 彷彿成為她一直以來生命的主旋律 直至1999年,謝霆鋒推出的首張國語專輯 謝謝的愛1999終於成功扭轉乾坤 人們開始願意接受並肯定這為反叛 狂野的前衛少年的歌聲確實有惹 到了這個時候,謝霆鋒也引曰顯露出致殘、致虐的一面 但這樣的淚氣和其音樂造就的獨特魅力形成了強烈對比 逃入的音樂世界先過了年頭,謝霆鋒就得到參與影視作品的機會 新古惑仔之少年激鬥片 在這部電影裡,他飾演的是主角陳浩南 一個充滿活力的少年形象 影片當中的動作場面尤其吸引 其中一幕街頭混戰氣氛 謝霆鋒腳步不幸被鐵欄杆穿透,傷勢嚴重到連骨頭都露出來 導演見長要他立刻治療 但當時的謝霆鋒就是那種棄如人生的硬幫幫 向導演挑喬,你能夠保證明天找得到成300個一樣的臨時演員 在同一個地點重新開拍,於是決定自己負責後果,命令導演繼續拍攝 在劇組工作人員幫他簡單消毒和包紮傷口之後 他繼續在濕滑地上滿布污衛的場景裏 盡全力奔跑和搏鬥 謝霆鋒身上那股無視自身安危 願意嘗試毀滅的傾向始終沒有改變 在拍攝肉觀音那時,因為他有嚴重的酵喘病史 阿馬迪波拉堅決反對 而這部電影的外景地點位於平均海拔達到3000米的高山地帶 即使公司取了緊急抗風險措施 保險業務辦理時一度遇到拒絕 最終找到的保險公司只同意保命 而不包括任何病情,用10萬保費只換來2000萬保額 但即使如此,謝霆鋒依然選擇勇往直前 來到新警察故事,謝霆鋒所飾演的角色 需要在一場戲裡頭,並現早反踢,跌落天台 拍攝時為配合劇情需要,在仰面翻滾過程中嚴重到缺讓休克 一般來說,作為主演,拍打戲你認為會用到替身 但他卻堅持要自己親身上陣 他曾在節目中提到,自己的手已經無法自然彎曲 因為之前拍動作戲時,整隻手都脫扣同同骨折 然而,他選擇了不去醫院,而是自行將手壓平,導致後遺症嚴重 根據謝霆鋒媽媽透露,他接受過的治療非常少 都是被王妃勸道,他先醫癮去了醫院 然而,這種內心覺得自己不配擁有幸福的思維 就是一直都主導著他的人生 2006年,娛樂圈一張驚天地入鬼神的婚禮 敲定了謝霆鋒竟然與張柏芝結了婚 而非當時大家滿意為的王妃這段婚姻 好事童話故事裡面的王子和公主修成正果 但是凡事總有背後顧 誰知道他們的心裡面有多少辛酸和挑戰 在婚後不久 謝霆鋒在人生舞台上又迎了新身份做爸爸 2007年與2010年,他迎接了兩個小生命的來到 身為公眾人物的他,不單要面對事業上的重重壓力 還要撐起一家之主的責任 照鏡頭前,他是萬千粉絲心目中的偶像 在家裡,他是兩個小朋友的爸爸 儘管他的家庭生活外表看起來其樂融融 但這亭鋒內心深處卻始終有快潔,難以啟齒 和張柏芝之間的愛,加上對王妃一直未斷的情感糾結 令到他的情感世界錯綜複雜 每次提到王妃,謝霆鋒眼中總能見到一抹深藏不露的 需求內心深處感情的抉擇 這個難題降到源在心頭上的謎 2011年時,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婚姻或想具好 公開宣布離婚 這個消息震撼了整個娛樂圈 外界對他與王妃的關係亦生出更多揣測 離婚後的謝霆鋒是否會再次扣問心房 尋找曾經令他心動的那個人 而到了2023年4月 多年後王妃與謝霆鋒再度同框 兩位當紅巨星竟然首牽手高調於機場現身 無據眾目攜攜之下展示親密舉動 彷彿向外界公開宣告恢復了戀情 網友們無不為之一陣 預設他們從然舊愛 不過就在大家為之歡欣鼓舞的同時 近日有媒體捕捉到了王妃的身影 他與朋友聚餐後 模樣似乎失去了平日的重庸與平靜 手抱面旁撞似相當煩惱 王妃個天身穿風衣 短髮利落如飾 從酒店走出的他用手遮臉 情緒顯然不佳 身旁有位有人搖搖欲罪地支撐著他 為他送上關心 可視兩人並無交流 直到將王妃送上車為止 要評選娛樂圈最灑脫的女藝人 肯定王妃名列榜首 她的生活一直是自由自在 灑脫不羈即使是事業巔峰那時 面對外界的質疑和記者的難纏 王妃總能立即調整情緒 答得輕描淡寫 與你有什麼關係 然而就算是這麼堅強的他 在面對深愛男人的戀愛時候 都會不自覺流露出不常見的痛苦表情 之前更多次被拍到 與年輕小生邁人一起出現的畫面 兩人不止共同直播 還去看過演唱會 王妃因為太過興奮而遺失了手機 Ryan更是陪他一起到工作人員尋 兩人在唱KC的親密互動 更是引人遐想 不過分手的傳聞出來這麼久 謝霆鋒和王妃都沒有進行任何澄清 直到今天 謝霆鋒終於在節目中首次公開談及所謂的風飛戀 當主持問到他會不會結婚的時候 他只是微微一笑 斬釘截鐵地答了句 不會結婚四個字 就好像替風飛戀畫上了句好 這段糾纏了十一年的情感故事 看來真是要畫上句好 這樣是否就意味著張柏子 和謝霆鋒有機會複合 畢竟不久之前 他們大仔在網上公開喊吧 似乎流露出想要父母重貴於好的期望 謝霆鋒還將自己價值十億的家產全數 逃入信基金 而受益人名單上只有兩個名字 就是兩個親生兒子 八月尾,他更是兒子謝震軒生日前 帶他去了澳洲玩 父子二人打卡了當地很多旅遊景點 而張柏子也始終傳達 爸爸好愛你們的信息給兒子 大家怎麼看? 是否覺得為謝霆鋒 彈下三個小朋友的張柏子? 才是這段戀情最終的閨叔 如果你都同意,就快點個讚 和我們分享下你的想法吧! 謝霆鋒和黃飛,張柏子之間複雜的愛情故事 一直都是娛樂圈內萬眾觸目的焦點 雖然現在三人各有各的生活軌跡 但公眾對於他們 是否會有新的情感走向 仍然充滿期待 在這個多變的娛樂世界 我們會繼續關注著 這段情感故事的最新發展 如果你對此的話題有興趣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啊!